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捐秀的 是吧 我今天走Rocker路线 你不觉得我想要打破 什么叫Rocker你想搞 就是摇滚路线 这叫摇滚 也没有我刚刚自己想到 我想说今天应该比较摇滚一点吧 不是走小家碧玉路线 所以我跟你说 就是很多人他自己想象的造型 和他实际上的条件 可以相差很远 所以那你觉得我的想象 跟我实际上的条件 你想不到这个歌辉 对 许歌辉 歌辉长的啊 实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贤良的 中华传统美德妇女的 那么一个美貌 对吧 中华小姐 对 但是你知道他心里觉得呢 他是个牛仔 他万丈雄心 有一天还真穿了一个 我记得穿了一个 到这儿的那个皮裤 那种精脾的那种 然后戴了一个歪的那个草帽 我一看 我说你 我说我知道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 那所以我今天扮Rocker是不OK 我还是走贤良路线 所以你扮上这个 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冬天的 贤其良母 可是现在是冬天 好伤心哦 我以为我今天来 至少可以当个辣妹 你知道很难得 结果变成贤其良母 七母都还没有了 你不要称赞她 对对对对 忘了忘了 忘了穿皮裤 忘了穿皮裤了 明天改进 对对对 当然我是觉得 看见咱们韦杰 按说这个不太适合 谈这个话题 对不对 最近按说 我们也都反三俗呢 对吧 你就不能讲这些个 很色情的这个事情 尤其是韦杰在这里 但是我说不出啊 我们的公安局长 他做得出 这是公开报道的 不是我说的啊 来源是深圳广电集团 在打黑引发的警戒震荡当中 出现了非常刺激的事情 有一位青岛公安局局长 当然是原局长了 对 他被插出来了 收礼的清单里边 他是为什么黑社会组织啊 提供这个包庇 然后跟多位已经落马的下属 保持着长期的金钱关系 他是青岛市原副局长 就是政厅级的干部 然后呢 这个收的礼单里边有金砖 有字画 当然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亚腐败啊 就甭聊了 都是外行 这个假字画 这当官的以后 有人给你送字画 你可得当点神 这是外行送外行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甚至我知道拍卖市场上 就有那个 但是后来 你真是 你这么招惹当官的 也是非常不智的 就是他们做局 做局 比如说 我把一个一千万的一个东西 在拍卖上顶到了三千万 于是我送给这个官 就让你知道 他卖了三千万 但是你哪想到我党的官员 他打个电话 一问 一查 最后知道了之后 让你 吃不了兜着走 贪腐也要实事求是 他走实际价格比较实费 很多画啊 都是假的 就是说 他这个 所以 但是有件事 看来是真的 就是 我说这个媒体 这个标题啊 说是与下属分享 姐妹花情人 对对对 你看那个标题 这点也点耸人情文 我看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我想说 就讲 这可以讲 我大部分会剪掉 可以不会剪掉 你一讲都可以 这我讲 对对对 就说 就有 我那时候 四人帮 对 就四人帮的意思 就说 好精彩 话不说 不是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他跟妹妹 就是这个局长 跟妹妹 然后他的下属 跟姐姐 对了 而他的下属 为什么跟姐姐呢 因为想要巴结 上面 对 因为知道妹妹 跟局长是情人了 然后下属呢 就系他的姐姐 把他姐姐搞定 然后通过姐姐 通过这个裙带关系 对 然后要官做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还是有点问题 那一点不浪漫 很丑恶 对对对 而且姐姐怎么会甘愿当成 就是他一定也是知道 他跟他在一起 你觉得什么不丑恶呢 姐妹话 比较 姐妹话比较最精彩的是 比较最精彩的是绝命读诗 Breaking Bad Breaking Bad里面一对姐妹 那个姐姐的老公 是制毒的 是毒 就是制毒的大师 姐夫 对对对 姐夫 那那个妹妹的老公 是抓毒的这个警察头子 妹夫抓姐夫 但是她不知道 那姐夫知道她 这个事情知道 但妹夫不知道 没有拼命在找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这两家人关系还特别好 妹夫受伤了 那姐夫还设法去通报她 然后在一起吃饭 她的很贵的医疗费 是她治兵得来的钱 去帮她付的 嗯 一直到最后生死关头还保 就是整个戏的张力 我不该剧透了 那是得了很多大奖的一个美剧 她里边的核心情节 就是毒贩跟警官共享姐妹化 你们这个说法 而且警官还靠毒贩保护着 就是他的医疗费是毒资拿来 然后呢 那个毒贩呢 就分分钟知道警方调查 他们的全部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可以躲开 但是生死关头两人又相互 就是无节操有底线那种 整个戏的张力 这就叫 那你说我们这个 政协共享姐妹化 内地的这种可以拍成像类似的电视剧 是可以播的吗 这个符合咱们现在这个文艺座谈的精神 对 可以可以 只要不要搞得很 你不要搞四拼 不要四人帮就可以 三拼就行 是吗 没有这样说法 没有这样说法 我觉得 对 那都是不行的 就是我说的是什么 那是日本人的幻想 你知道过去有人讲啊 叫读书得见呢 得见呢 就能从那个字缝里看出点什么来 像鲁迅的研究贼啊 他看中国所有的中华文化的典籍 他都看出痴人二字 今天说法叫磁闭中国 对 然后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我们鹦鹉神明的这个 纪检部门啊 他怎么查一个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看啊 最后他是怎么调查 看来我们呢 确实是讲证据的 就是哪怕是办一个贪官 不会怎么着就这么冤你 每一次 而且问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啊 他就是说 从2001年到2012年的11年间 这名青岛的这个公安局员的王局长啊 他他一般不愿意跟直接跟行贿者见面 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和两名情人成为中介 2001年你看都有这个年谱一样 2001年王同时拥有了俩情人 其中之一是一位优秀的女商人 他们俩哪一次认识的呢 是2000年春节前后一次朋友聚会 你就说最后怎么查出来的 十几年前 哪一次聚会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 后者为他联系了国安局的土石方业务 然后两个人认识一年之后 发生了性关系 你瞧见没有 就说我这个查你啊 情人不是随便交代一下 你说他是我情人帮我收了钱 哪一次发生的性关系 总共发生过多少次 两人的性关系保持到了2012年2月20号 他们最后一次去麒麟皇冠大酒店开房 这个女的说每次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的消费都是她付钱 女的付钱 女的付钱 但是你说 我们这个聚检部门查的这个 你是不是毛骨悚然 他能查到什么叫查到你底掉 每一次开房 总共开了多少回 谁掏的钱 中间多少时间 中间多少时间 做了多长时间 肯定也有 你知道吗 这就是 哎呀 你说这些对办案有帮助是吧 对 有帮助的 枪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哎 伟杰 听了我们大陆的这些新鲜事 你有何感想啊 其实我觉得好像在查案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子 就是一定要把它查得很细 因为你必须要把他所有的内容都弄出来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很尴尬 比如说之前台湾有个新闻 说有个女的检察官 为了要查一个色情案件还是什么的 就一天看37部A片 女的检察官 然后又或者是在那个 之前不是有个什么 富二代的男子迷奸 很多女星吗 什么之类的吗 那也是啊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再把那个影片 再看一遍 那其实是 我觉得如果是女检察官 对他们来说 哇真的是也很惊艳 像说看一部A片的时间 你要一天把它看37部 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真是 看看女同性恋的吧 这我不知道 我回家帮你调查一下 我再回答你 在法庭上放吗 法庭上好像是有时候 所以他如果是这种案件 他可能是就是他是不公开审查 因为他一定要播一些 比如说证据啊 证物啊什么之类的 那他是要呈现出来的 所以有些人反对 用性来定义两个人的关系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接受法律程序的时候啊 你必须找一个标定点 什么 比如说你说我们俩的感情 你看他就必须像这么说 你看这个宋氏姐妹 就是这个局长和分局长 这个姐妹还是宋氏姐妹 宋氏姐妹 在一次饭局上 认识了这个分局长 这个分局长就弄着姐姐嘛 然后在认识两三个月后 这个分局长就跟姐姐 发生了性关系 你看咱们这个调查出来的 都是你发生了性关系 所以他们都不是夫妻是吧 都是情人 都是情人 所以说他们认定男女朋友关系 是以有没有发生性行为来算吗 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算的话 我觉得是吧 这在实 我今天要拿脏 不是 我今天要拿脏 这在实际操作上 也很容易理解 只有发生这样的关系 他才信得过 他有很多钱的人事的关系 你一般的 大家这种什么 手牵手的不算 红粉啊 什么什么 那种叫什么 红粉知己 红眼知己 怎么行 整天在那里谈鲁迅 谈莫扎特那种 靠不住 靠不住 那得 要坦诚相见过的 才算是有感情基础 互相有投资 互相有投资 好 徐老师 我再给你看看 一个投资 现在竟有这个新闻 北戴河听说过吧 北戴河供水总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他叫马超群 马超群家里就是超出来什么呢 马群超吧 马超群呢 马超群啊 我跟你说 今年你这姓马的出事 本命年不太好 马超群出事吧 然后有人说呀 马超群的家属说 马超群 当然家属现在是为他名冤 家属说 马超群是遭到了打击报复 为什么呢 因为马超群准备检举揭发 秦荒岛城管局局长马壮 贪污腐败 俩马 两匹马互动 我跟他们好多人讲过 你不要不信这个 还好这集不是那个马老师来录 他听说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 你知道在马超群家 2012年也不发现 2013年也不发现 偏偏2014年 就发现了 所以明年的鼠羊就要小心一点 是这个一顿吗 同一颗阵 是不是一顿人民币是这个 他还不是那个 他是发现了37公斤的黄金 现金是1亿多元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对啊 那就是一顿 现金1亿多元 就是他 这位干部非常超群 听说是给中职机关 北戴河那边 你想中央直属机关供水 他都敢锁汇 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他 你看这种面相 一般都是成功人士 你再看 这就是藏钱的 实际是他妈的住的地方 就是房子 但是而且你再看下边啊 发现了67个 这是清单啊 你看这个黄金500克 500克500克 就是这个金条啊 然后呢 主要是还发现了 67个套房产的手续 67套房产的手续 你再往下看 这是他老娘 这是他老娘 他老娘还专门开新发布会 他老娘就开始哭诉 说不是我儿子 什么贪污的 是我老公赚给我的 他老公已经过世了 说他老公 其实他老公好像是个行医的 就是一个大夫而已 他说我老公会捣腾东西 什么都捣腾 房子黄金倒倒倒倒倒倒 家就倒这么多钱 对吧 他说不是我儿子弄的 他在这哭 而且说他儿子是打击报复 那一亿钱多少你知道吧 多少 他大概应该是在 我这也是break in bed里面 他那个八千万还是九千万美金 他那个美金一百块 跟我们的一百块 如果按汇率折算下来应该差不多 就是一米高 然后是一个差不多两米的大床 就是说你两个男人 可以趴碎在上面 他就在一米高 整整这么一叠钱 他好像被抓到的时候 去查他们家是有一个 一整片的就是现金墙 然后据说他们家的人 要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家 不可以每个人都出门 因为要负责守着那个 守着家里的那面墙 跟所有藏钱的地方 对 那钱都涨毛了 都翻没了 我们那天在讲说这个经济学 他们就说这个 就是中国这种查贪腐 就有个叫贪官经济学 因为贪官的钱 不能随便拿出去用 我们看到都是藏在家里 藏在家里 所以这些钱没有流出来 对于中国经济也是好事 因为太多的现金流入 就是那个通货膨胀就会加深 我们的那个CPI就不会这么低 所以感谢他们没有把钱拿出来用 他们这个数目 是能到引发通货膨胀 真的你看随便查一个 这样子一个地方的小官 就查到一亿多的那个现金 我觉得这种现金 应该弄一种反复展览馆之类 我跟你讲 数字你没感觉的 一定要看到食物 数量 就是有这么一堆的钱 堆在那里 这个感觉一亿听上去 你看现在我们整天讲什么马云 多少亿多少亿 不觉得现金 哎呦一亿啊 这个税在上面 哪怕滚一下也 也这个 你知道真的有一对 那个河南的夫妻 就是税在上面 他们是中了彩票 然后呢你知道 当然人家是合法劳动 没劳动 就是买彩票 中了 中了这夫妻俩啊 跟有些贪官的表现一样 越有钱越低调 整天两口子 也不享受 就躺在床上 他就是享受 躺在这个 他种的这个钱上面 然后呢 平常每个星期天 回娘家啊 带两只鸡 发了财之后呢 带一只鸡 就怕人家看出来 他们富了 就平常要是吃得好啊 平常就是这顿饭 吃了半斤猪肉啊 现在就改吃二两 就好像要给外界看 我们越活越惨了 这个你说他为了什么呢 好怪啊 但是两口子 最大的享受就是 躺在这床上 睡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 咱们 整个 我又要讲那个 Breaking Bad 就那绝命毒师 他里边那个核心情节 就是他钱赚到了 但这个钱怎么洗啊 怎么花 花根本不谈了 就你怎么把它变成合法 对 你要想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把这个钱变得 你可以有这个钱 因为你不可以有这个钱 你就不能花 所以车也不能换 衣服也不能换 什么东西都不能动 非常苦啊 我们没钱的人 就想象人家 有钱的人的苦 这样咱们心里也怎么样 没错 他们 就我跟你说 买钱的地方 都多着呢 可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们每次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内地的同学啊 哪里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 他们一来就会买车子啊 买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钱都是直接带去 就带现金出国 然后钱都塞在枕头下 或床底下 所以这是一个 从小的训练 就是说 出来的话 钱要现金保在身上 比较保得住吗 对 他们家的房子放不下了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姐妹花的事啊 还真是反映了 极个别的这个中共干部的 这个一个现象 就叫色滩 你看这个材料里有啊 原来有一个河南周口市的市长 张海钦 有三个情人 而且就是霸占姐妹花 姐妹两个 一人生一个孩子 甚至是就睡在一个床上 对吧 黄音无耻 到这样一种 还先话吗 然后那个 乌苏市公安局 呃 原局长齐放 跟一对 双胞胎姐妹 双胞胎啊 我这你何必呢 那边找一个找两个 咱这也是 老百姓不理解 但是这个很奇葩 很刺激 双胞胎姐妹 Playboy如果找到这样的拍照 价钱都是翻倍的 哦 原来徐老师也有点 可惜没做到决策 对对对 大学教授就歇了 大学教授 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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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什么伟杰 嗯 我其实对于讲那么多话 我没有姐姐 有姐姐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要保护她 对对对 我不会让你知道什么 是是是是 说正事 说正事 我这有一个很的疑问 因为我们常播贪官新闻 都是几千亿件 那我就会想到说 其实现在就是内地民众的生活都非常的好 那物价也很高 那为什么不可以把钞票印的面额大一点 你知道拿一碟一百块去买东西 真的很不方便 为什么不面额印大一点 五百啊一千啊 这是徐老师的事 我猜了 防伪 防伪超这个技术难度会很高 另外 太方便带不是 就是那个强异的现金想要变小吗 你知道这个 你数出去的这个物质感啊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关系 你拿港币五百 刷一下就去掉了 你现在人民币拿出去 还是稍微 我觉得会在心理上刺激通货膨胀吧 会不会 我觉得 对 就刺激人消费的欲望 会不会 但是我现在 他现在都用银联卡了 他也不大care说能不拿现金 对 其实这个不是长久之际 我现在也不明白 你说到底是希望中国人民抱花钱呢 还是希望中国人民节俭呢 好像听上去是政治上希望大家节俭 经济上希望促进内需 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车 他们不是说什么左灯右灯啊 左拐右拐啊 基本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 就你提的这个问题 就人民币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不能花钱 大家要节俭 要监口朴素 要发扬革命传统 促进内销 对 我觉得现在就有一个发展经济 因为我不懂经济 我又经常听见有人说要促进消费 对 要让大家这个花钱 拉动内需 可是我又觉得呢 似乎我们现在在提倡一种道德 就是说甚至不是道德啊 就是说人类不能太贪婪了 我们这个太浪费了 他就要那么多的花钱 我们应该这个节约 对吧 应该节约粮食 从节约粮食做起 你都不要有剩饭 你不该买的东西就不要买 你到底提倡什么呢 准确的说呢 贪乖就应该节俭 我们的弱势群体就应该促进内销 我觉得 实际的情况正好反过来 我觉得应该也是说 就是说他不是说 就是以前走得太高端了 而是说他现在应该是要 他所谓多消费 或者说打破这个花费这么高 这么奢侈 是说他把这个需求转为 是对面向大众市场 就是说大家都花得起 或者说大家都能够享受 而不是只有极端很少人 可以去享受一些非常非常高档的 比如说酒啊 对 我看到那个新闻也有点困惑 说有高铁啊 把那个他不是分几种车位的吗 一等舱二等舱 另外有个豪华舱的吧 那豪华舱我还坐过一次 那个座位是挺舒服的 可以睡平 两边的山水扑面而来讲 他们现在说有的高铁 就把这个舱完全取消了 就干脆那个舱就没有了 那没有的话 道理上好像也讲得通 因为它防止大家太奢侈 贪官 但是我就不懂 那难道飞机都要取消头等舱吗 那万一有个人是病人 或者是年纪很大的 他的确有这样的需要 就是说我觉得 他在基本的设施上 取消这一环节 这是一个 不是 我看到的真情不是取消啊 甚至还巧立明目 弄出一个特级头等舱 什么高级头等舱 高级公务舱 高级经济舱 都照着那个贵的卖钱 你觉得吗 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公务舱 就是普通舱 那你说 高级公务舱